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的位置是中国著名桥乡广东省汕头市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李大锡博士 来跟咱们汕头市的桥匹文物馆广场林庆熙 还有李博士的老家洁阳市普宁市南京镇农门村的亲朋好友 来一起共序相情来看故乡这十年变化的魅力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汕头市的桥匹文物馆 在我后面呢就是咱们汕头桥匹文物馆的民意馆展林庆熙 林广您好 现在呀我们今天连线的呢是美国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的主席李大锡博士 那李大锡博士我们跟林广长打个招呼好吗 你好 哎 您好 你好 我是身在普宁啊 就是在这个龙门村 所以高中呢才到了广州那个华南试验副中纪念书 又下乡回到我老家龙门做农民做老师 就李正道教授来中国召叫做Caspia的学生 那我就考上来又去了美国念了博士 现在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学会 就是说为祖国的发展呢 就提我们的建议做一个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侨量 那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家乡 谢谢 李大锡博士您了解什么是侨批吗 我首先听到这个侨批呢实际上还是从我祖母那里听到 那时候呢我祖父呢因为生活所逼嘛坐在这个红头床 到了这个这个越南去呢就去谋生 那么家里的生活呢主要的经济体员靠的就是这个桥匹 那我祖母就告诉我了 带桥匹的人呢是很讲诚信的 从来没有丢过客人的钱和信 他们是南洋的华侨呢和家乡的人呢 生命幽光的一个生命线一个纽带 好的谢谢李博士 那为了方便更多的人了解桥匹呢 那咱们林馆长啊 他从事桥匹档案的收集 整理研究工作多年 也参与编著多批的潮汕桥匹专注 他是非常权威的桥匹研究专家 那林馆长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桥匹吗 桥匹就是在十六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 这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潮汕盛行的一种 加书跟汇款票据结合在一起的所谓银性合议 我们潮汕人把这个叫做桓匹 2013年那个桥匹因为他是真实的原始的文艺的 不可扶持不可战胜 正在灭细的特点 被两国交恒组织收入了世界积民路 我们大家看 档板上的这几个小皮 无论是从哪个国家寄来的 这是泰国寄来的 印度尼西亚热里 马来西亚的麻坡 柬埔寨的金边 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把汇款的钱数写在左上角 里边的家书 家书是封起来的 所谓银性合议 就是以这个作为汇款票据 所以有专家认为这是国际汇票之语案 国际汇票 那么也就是说从清末明初 我们潮山桥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 已经有它的一席之地 作为汕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华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清理者 开拓者 他们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桥皮 就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有力的证明 到了海外的华侨 凭自己的双手 凭自己我们秉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优秀文化 开天逼地 稍有之积蓄之后 就想办法把钱寄回老家 这边介绍了一封批信 上面是新加坡女陈良音寄给曹安母亲收的 但信中写道 她知道了母亲三级逐步 所以想办法寄钱回来 但是信中写的 女在街边卖算 尚无从维持生活 焉有一千鸡皮 然然把法老母年慢受持惨痛 在女何其忍心 故而节省日常用费 付去以赎天伦之罪 这一件体现了乔丕的原始价值 就是赡养眷属 也体现了华侨 对长辈 对家庭的守承诺的承诺 所以我们来讲乔丕 是中华民族 讲信用 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也体现了华侨 爱国爱乡 爱自己的家人 这么一个最大的特点 李博士 我记得好像您有 在乔丕文物馆 看到过一首诗是吧 您那首诗 可不可以跟我们 林广长说一下 让他找一下 那首诗在哪里 有一些乔丕呢 我的确是印象很深刻 你有一个 七言诗对不对 其中有一个说 什么 那周周家乡记录 池 顿城默默以朝周 风光 子里城居梦 成奏何时 使得消 我是特别感慨了 这个事情 那么我想啊 我当时我的祖父呢 大概也有同样的 这么一种感慨 哦 是这首诗吗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首诗 是这个吗 对这首 对就是这首诗 对 好 李博士 那我们现在上二楼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楼 李博士 我们到二楼来看一看 这边一个海关的报表里边 可以看到 从1912年到1937年 整整26年里边 朝上只有一年是贸易顺差 其他25年都是贸易历 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房东稳定 就是靠桥皮所产生的外汇 做起了一个调节 补充的作用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整个桥皮馆 一封楼桥皮记载的 就是华侨的奋斗史 诉说的是海外游者的思想情 见证了我们桥乡社会的历史变迁 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体现了海外侨胞 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 如今虽然水壳的身影跟 批馆已经成为乘风的历史 但是诚实守信 江湖奋斗 勇于开拓 新济三子的桥皮文化 永远不会过时 做我们后人 一定有不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把它保留下来 好好的研究它的内涵 传承桥皮文化 全国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出到了海外 我觉得往往来说是更加会爱国 是因为什么呢 那么人离开家乡越远了 也就想到能够给家乡做点什么事情 所以呢 我在美国这里成立这个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学会呢 很重要一个 也就是说为科技和工商搭桥 为中国和世界搭桥 那今天这个连线 我们也派出了一对记者 前往您的老家 街阳普林市南京镇农门村 和您展开联系 现在我们把镜头切换到他们那边 我们先谢谢林管长 等一会我们再见 大西达叔 你好 林亮 你好 见面了 现在都一下子从小孩子现在变成大人 对修了 你记不记得 但是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的 毕业的时候你还还说 林亮你到初中去教我试学物理 我们高考的时候 恢复高考的时候 还考了好多个厦门大学啊 华中工学院啊 好学校都有的 我的学生都还不错的 林亮也不错的 都正发刚笑去了 这边是我们的李书记 然后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些村近年来的一些变化 您家乡的变化 对书记您好 博士您好 这几年我们把学校就建成了 建成还有主书这里也收上 全部有修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正里也重视那条牧林公路啊 连接到我村 就是已经坐好 懂一下过去看一下 已经坐好了 那公路也坐好了 那就好了 就还差有一千米左右 就是还有那条桥梁梁梁梁高市就没有接通 就是这几年就是对这个卫生啊什么哈 这个这个 反正每一年每一年都比较好 等你等你就是希望你希望你你回来 回来再看一下 老师 老师 你这个校长啊 老校长 你好 我叫你起算 老师介绍一下 大兄 你好 红酒没看到你了 祝你心里这样 还有大嫂 这个两个鸭 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对很多人认不出来 学丁我还认识 这里是我原来教书的地方 搞得漂亮了很多了 我来看过了 我原来在的时候 就是一个客室 以前这两边都是教室 两边都是教室 这两边都是教室 这后面还 还切了一个戏台 那开大会就在这戏台上 开大会表演 节目都是在这里 好吧 我们就去学校 去学校看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学校的情况 这里这里就是我们以前的广场 那个广场你过来 你后面前几年来有看过 就是这里老在萌 那边是新在萌 我们就是一边走一边去学校吧 这个学校就主要是博士来发动的号召力好大的 博士花了好多心血在这学校 博士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村里面的教育 为什么要去发动来去建这个学校 我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去的嘛 对吧 然后再回来呢 四年 我有三年在这里教书 所以这里呢 从高二高一初二初一我都教过 所以对我们村里的教育呢 当然也都非常希望能够有好的教育条件 博士啊 现在学校建成之后 在这里就是说 学生们进来六年 父母乡里乡亲啊 都是好满意的 就是说非常感谢你 还有就是说 这个学生的学习水平啊 每一年每一年有所提高 还有就就我们我们村啊 还有几个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在洁阳 洁阳华美 他他他他他在前级出厄吧 好像是出厄 他在前级也是第一名第二名的 有几个未来都是清华北大的苗子 那好 现在你看 浩元的房景是非常好 非常漂亮 那些室啊 就是操场啊 这些都是好干净的 不是啊 这个就是图书馆 哦 以你爸你妈命名的 我妈妈传妈的名字 哎哎哎哎哎 我们进图书馆看一下吧 教授 可以 博士这个是阅览室就在这个图书馆旁边 然后里面有一些桌子是给学生来派书 自习用的 用的 这个就是博士他没有看过 哦博士你之前还没来过这边吧 我去的时候是图书馆是建的 夜书馆还没建起来 还没建起来 我还有我的 想见的 哈哈哈哈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月书馆就看到这儿 然后我们先过去看一下这个村的一些生态方面环境方面的一个变化 小雨但是现在出太阳了 有看到吗 那个从镜头里面看到 这是水稻是吧 水稻 水稻 对 而且如果是没有疫情的话 那些海外的那些乡亲也会回来这边 也有的 我这个都是停满车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生太远了 活动的场所也有 冰崩球时也有 这就是给居民休息 修习 来这里小孩来这里玩啊什么的 活动啊唱歌啊唱潮曲啊什么都有 唱潮曲 村长现在还能唱到那个潮曲吗 有 院长 有 能不能展示一段给教授看听一下 我就不会啊 你不是说明会吗 我老朋友啊 天气好啊 这里就是村民就是每天晚上都是好 天气有几百种啊 多多数几千种啊 平时都是几百种 就是老师带小孩来这里休闲啊 走一下 大喜老师啊 有空一定要整起过来啊 大家都念着你 这是很感谢你们啊 今天还在我们看到老郊的这个情况 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也很想很想念大家啊 很想回去看看你们 教授看一下那个高铁看到了吗 那个高铁动车 高速 就是那个那个是动车高铁 对 那是刚刚我们过去的那个就是了 就是等于说是家乡联系到外面的一个其中的一种交通方式吧 现在发展也非常快 然后就是这十年的话 我们国家其实也是真正至上 对 然后人民的生活也是幸福安康的 所以的话就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到李大西博士这样的一些海外游子带来一些家乡的一个消息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 真的是一个惊喜啊 我真的看到我们国家这么个突飞猛进 真的是很高兴 我们家三代人啊 一代一代都跟这个桥皮有点关系 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桥皮的这么一个信用系统 这么一个信息系统 确实是非常重要 也表示我们这个老一辈的人啊 真的是很有很有这个创造力 所以呢 这个这个博物馆非常有意义 今天这个访问呢还非常惊喜的看到回到我这个老家 看到我们这个家乡的建设的突飞猛进也非常高兴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记者也非常感谢林馆长 谢谢 谢谢你对长期以来对家乡对国家的大力支持 对家乡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们上头 祖国人民翻译里有空多到家乡走走 到祖国走走 其实就是希望像教授这样一些海外的一些游子 然后能够说多回来家乡看看 看一下我们祖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今天的一个联系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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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